暗示教练组不行 盖拉透露最近才摸清版本 RNG的春季赛刚刚开始 今年春季赛最令人意外的可能就是RNG了 他们与去年的阵容相比 只更换了中单小虎 战绩竟然直接跌至联盟倒数 不过在上一场战胜WE后 RNG的状态似乎有些好转 盖拉在直播中也信心满满 他表示最近才摸清楚版本 还是选手们自己悟出来的 只能说我们到最近我们才知道 这是一个来下路空小龙的版本 我们知道他有些玩 我发现被偷了好几盘 有没有可能我们的春季赛才刚刚开始 我们现在不是1-0吗 WEQ不就直接死了吗 拍下EW 昨天刚春季赛首秀 RNG换了个教练之后 他们直接开始阵容变好了 直接开始会完了 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悟出来的 现在前三楼已经不用那个了 不需要 不需要那什么 直接自己来就行了 太简单了 我的平价是自己来 RNG之前的 BP确实有些抽象 在对线阶段就直接被干碎 团战更是无从下手 大主播多硬币也锐平了 RNG的情况 他们终于把教练换了 AD carry的版本 却把把给盖拉选炸弹人 RNG小命回来之后 撞台又回来 其实 好了 撞台真的回来了 好 RNG的教练换了之后 知道给盖拉选了 对 这就能盖拉选 把把炸弹人 谁没有谁 现在就换个 这里 认给他谁 炸弹人 越能 我这辈子都忘不掉 我可能到80岁都忘不掉 RNG有一个赛机 ADC carry的版本 选过炸弹人家认 猪眼海配一个 加刘加 那个 鸩枪 对 我可能到80岁都忘不掉 我可能会跟我的 儿子 跟我的顺者 跟我的女儿 会说 哎呦 说 这个 正常人都选不出来 这个阵人的 说实话 盖拉也是LPL的顶尖AD 下路C的版本 却让他拿混子英雄 属实大才小用 RNG连败时候的教练 一直都是 Hard 在他离队之后 RNG直接拿下 WE终止连败 现在 RNG更换了教练 也摸清楚了版本 期待他们 在后续的比赛 一路连胜 打进季后赛吧